波比亚家 我是维加 时间一下子来到了2020的下半年了 是不是有一种上半年只过了两三个月就结束的感觉呢 我也这么觉得 在经历了上半年种种不容易之后 大家的工作生活消费都逐渐恢复正常起来了 但是这一种的正常的背后 你跟我可能都觉得有不少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发生改变了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们在球鞋的选择上面的改变 从上半年开始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身边从球鞋的人逐渐慢慢失去了热情了 可能就连你也开始会想 究竟一双鞋子真正的价值在于哪里呢 是别人的眼光 平台的价值 还是穿在脚上面的感觉呢 在一系列曾经被炒高被热捧的鞋款纷纷扑盖之后 一些依据了70年代跑鞋鞋型 今年复刻的鞋款慢慢由圈子里面的前卫潮人 平台当中的良心UP主走到了大家的面前来 而当中就有New Balance 在上半年一款非常重头戏的鞋型 New Balance 327 诶 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 佳哥 今天这个话题释放鞋子 好有意思 我好喜欢哦 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个关注三连一波呢 虽然在前几波发售当中一些配色 以及联名狂在二级平台当中有不同程度的溢价 那我在之前的节目和直播当中都不止一次跟大家说 别急 货量很足的 人色很多的 什么 你钱多啊 那你不用问我啊 你直接冲就完事了 对 有钱真是大财 那当中又不想问我 凭什么这双327能火啊 值这个价格吗 在我看来啊 一款鞋子火不火 除了它本身的设计以及品牌的推动之外呢 最重要还是流行风潮的推动 如果你细心留意的话你会发现 目前市面上面大火的复古跑鞋 基本上面带有几个关键的元素 浓郁的70年代复古味道 修长的鞋型 偏窄的鞋身和鞋头 以及矮子乐又高又厚的中底 那在这一波的复古跑鞋风潮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众多的70年代的田径鞋后的跑鞋的影子 在本身的复古版型的基础上面 增加了不少现代化的设计 重新让大家爱不释手 而自从实际的穿着感受 以及上脚效果来说 也是完胜了前几年流行的 臃肿老爹鞋好几条街的 那相对于New Balance 一贯圆润的鞋型来说呢 327融合了355鞋型的 章鱼吸盘一样的颗粒鞋底 第一双N字logo跑鞋320的兔崖鞋面 再加上Supercom的设计元素 让这双鞋子看起来 跟New Balance的传统鞋型有了一点区别 而另外必须要画重点的是 327的前身320鞋型 还是双冠军跑鞋 在1976年的加拿大蒙特利亚奥运会上面 布莱明就穿着它获得了马拉松的冠军 所以在当时RunnerSculptom 达至把New Balance 320 评为世界第一跑鞋 OK那时候我们这么多 我们先来一段ASMRD人生的开箱 来看一下7月份新上架的 New Balance 327当中的 其中一款 我很喜欢配色的一个 最直观的开箱感受 看到爽的位置 记得把爽置留在公平上面 可以加个点个赞吗 那在最近New Balance新推出的这一波全新的327配色呢 我也明显能感觉到比之前更加缤纷了 选择也更加多了 我的话肯定要选这一双的绿层配色 什么叫国际烧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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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上一part当中我们就有介绍过 那我也相信你之前也从不同的地方了解过了 327这一款鞋啊 是三双600的跑鞋的结合体 所以啊 在鞋型上面呢 除了展示出浓郁的70年代的复古味道之余呢 时尚感言是可圈可点的 那也许对很多人来说啊 第一眼并不会对这一种形态的跑鞋说太感冒 但是我认为这种鞋子呢 是你要亲自的穿在脚上面 从你的第一人称视角 从你的整体上脚搭配效果 才能知道它好看好穿在哪里 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双鞋子 譬如说这个尖尖的鞋头的这个设计啦 以及说鞋头的这一块 酷牙形状的翻毛皮的拼接啦 修脚之余也非常符合它复古跑鞋的定位 给你一种速度感的加持之余呢 它的轮廓也会让你感觉到休闲 而这一系列的鞋面以及鞋舌的材质呢 用到了现缝尼龙的这一个质地 那相对来说比较清凉透气 有点类似于帆布的感觉了 而另外在外侧这个大大的N字logo之前 我听过不少人说觉得太大 但实际上面我拿到手之后呢 觉得确实挺大的 但大的来会给你一种 它跟厚厚的中底有相连接的这种感觉 在这种巧妙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不会说太突兀 而另外就是内侧有人说 这一片的留空白有点不太习惯 那就见仁见智了 也欢迎大家讨论一下 最具特色的就应该是这双鞋子的鞋底 是一个章鱼吸盘一样的焦厉大底 从355继承而来的这个基因 实际穿着感觉还是不错的 增强整体的稳定性之余 后跟的辨识度也是十分强的 有强迫症的人会不会忍不住想去抠一下呢 那从我上脚搭配的镜头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真的没有吹水 穿上之后的效果 跟你只是看鞋子的照片是不一样的 而且又再一次印证了我太多所说的这种中底 真的很不错 实测增高三厘米吧 自信满满有没有 那至于脚感方面 属于那种不软不硬的休闲鞋的感觉 那作为以舒适著称的New Balance 从品牌创立的19060 今天在穿着感觉上面的表现 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总而来说对于这一款327 究竟要不要买值不值得买呢 我觉得首先要看你平时的穿衣风格啦 如果你是以生活运动风又或者街头风为主的话呢 那这双鞋子呢非常好的 可以融入到你的衣装风格当中去 而另外相对于其他New Balance的专业跑鞋 以及经典类的明星鞋款来说 这一款的发售价明显是低了一段的 匹配它不熟的上脚效果以及脚感 我认为如果你能够从官方去到买到的话呢 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诱得说就算你对这一列的复古跑鞋 始终是持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 花个几百块钱买一双亲自上脚体验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大家吹的那么好 也是无愧的对不对 听我说这么多之后 这一双3271到10分 你可以给几分呢 请留在公平这里 而如果你觉得这几个配色都还没有找到你的菜的话 也不要紧 一款大众接受程度那么高的鞋子 品牌方肯定会陆续有不同的配色会出的啦 关注我节目的话 以后还会给大家推荐一波 喜欢我节目记得点击个关注给我上连优惑者 点个赞也没问题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惑牛逼